哈喽,大家好,我是向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咱们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开箱一款我刚刚购买的一块华为的GT2 Pro的这款智能手表 那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我手上的这款手表 那这款手表的话,我买的是一款港版的这个智能手表 是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出去玩,然后在澳门帮我带了一块这个手表 那这个手表它确实相比于国行的手表的话是非常的便宜 目前国行的这款手表的运动版大概卖2100块钱 那我买的这款港版的话,它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500块钱左右 OK,那咱们今天呢,来简单做一个开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手表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开箱 首先我们来打开开,看一下它的配件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无线的充电器 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是一个USB的一个无线充电器 然后手表的话应该就是放在这个上面来充电的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是说明书 这个是说明书 没什么 这些应该都是说明书 这个就是手表的本体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玻璃是,据说是蓝宝石玻璃 然后比较坚硬而且防滑 那这个周边的这个金属的话 据说是钛金属 非常的轻而且比较坚硬 整体感觉我认为还是比较商务范儿的 就是它虽然说这个是运动款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酷的 就是运动中偏商务的一点的风格吧 来看一下 然后面它说这个 这块是陶瓷工艺 反正总结下来就是华为的意思 就是给你用料用得很好 我们来开机看一下 应该是长按这个开机 开机以后它让我们选择语言 有简体中文的 然后现在是在手机上面 要下载这个华为运动健康的APP 然后来和这个华为Watch来配对 上滑骚 OK,那现在我们来配对试一下 看一下 怎么样 是不是很符合我的气质 有没有很酷 那其实我 我之前一直想买一块这种 就是智能手表 最早我开始考虑的是Apple Watch 但是它的待机时间实在太短了 因为我有玩过我朋友的 虽然很好玩 但是待机时间太短 我就把它pass掉了 那直到前一段时间 大家也知道 在抖音上面这款手表非常的火 因为它的一个太空人的表盘 所以呢就比较火 刚好呢我有关注到这款手表 然后机缘巧合 我就让我朋友戴了这款手表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啊 因为总体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那这款手表虽然说港版的非常的便宜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和咱们国行的比的话 它是没有NFC还有支付宝的这个功能的 所以建议的小伙伴就不要去买这款手表了 那我为什么去买它呢 因为首先我平时支付的话更多是用手机去支付 所以这个支付宝我没有这个需求 那另外的话关于NFC这个功能的话 我基本上没有用过啊 有很多朋友可能用NFC去刷什么公交卡呀 或者说是开家里的这个门啊 但是呢我没有这个需求 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我感觉我暂时应该也不会用到这个需求 而且最主要的是这款表它很便宜 1500块钱买一个表 它不香吗 毕竟它比国行便宜了将近六七百块钱呢 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 它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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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说如果你有支付宝 或者说NFC的需求的小伙伴 我更建议你去买国行的版本 因为这样你用起来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这个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个需求而已 所以今天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据我在华为的官网上看到 它介绍的这款手表说 充电两小时 续航两周时间 也就是说我充一次电充满正常能使用两星期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两周足够了 因为智能手表嘛 我也不需要你待机时间太长 但是也不要像Apple Watch那么短 反正我个人对Apple Watch的一个待机时间是忍受不了的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主力手机是iPhone的话 那搭配这块手表 那可能我们用的功能会比较有限 基本上就是一些基础的功能 还有包括像技步 它的运动模式 还有包括心率监测等等这些功能 那如果说你想使用更多功能 比如说像去塞更多的App去里面 还有去下载更多的付费表盘等等这些功能 拓展功能的话 那最好去使用华为手机去搭配这个手表了 那不过话又说回来 作为一个iPhone的用户 我为什么还要选择华为手表呢 首先第一点 我觉得它的颜值很适合我 我很喜欢这个手表的外观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长续航能力 包括它的一个整体质感确实不错 你如果说拿到真机的话 真的还是挺不错的 那其实这些所谓多余的拓展功能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刚好我觉得搭配iPhone的话 实现一些普通的运动模式啊 技步啊 还有像心理监测啊 就其实满足我的一个需求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要给大家来说一下 还有一点就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说你对这款手表感兴趣的话 你要考虑一下你的胳膊是否够粗 因为我发现这个表盘还是挺大的 它不是很适合胳膊比较细的人来戴这款手表 如果你胳膊比较细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手表显得尤其的很大 还有一点就是 它还是有一点点分量的啊 就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轻 所以你你对这个手表的重量有要求的话 可能还是要怎么说呢 可能还不是很适合你 所以建议如果说大家喜欢这款手表 或者说喜欢想去尝试的话 建议大家去线下实体店 去华为的专卖店去体验一下 然后试戴一下 看到底这款表到底适不适合你 当然对我个人来说 我目前还是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比Apple Watch要相很多 从它的一个外观 我觉得非常棒 有一种运动的感觉 而且还带一点点商务的气息 如果说回头我可以换一个表带 就是让它可能变成一个更商务的感觉 那这样上班啊 或者说去一些正式场合 我觉得这个表可能戴上还比较酷了 OK那咱们今天的这个手表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只是一个简单的开箱和一个简单的跟人分享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分享的话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如果说有什么好玩的 我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OK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